欢迎收看WhatGaze小世界,我是Dr.Raymond 大家都知道外国有女兵,美国有女兵,我们国家有女兵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女兵,包括挪威,瑞典,法国都有女兵 很多国家都觉得这件事是性别平等才会有女兵 那么今个星期韩国的议员都说他们想要女兵 那么谁知道一在青亚台一出一个post之后 有二十几万人都赞成说不如我们要女兵 那么究竟这样是不是真的公平一点呢 是不是真的代表男女平等呢?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看看这件事 今个星期韩国说要有女兵 那么有二十几万人都支持要有女兵要有女兵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未必很清楚知道的 但是的而且确就是如果大家跟开些韩国新闻都知道 不理你以前几红的男明星 小鲜肉也好,或许你是防弹的少年团都好 一样防弹,一样中弹,一样要去参军 今个星期他们在说不如连女生也要参军啦 那是不是真的很公平呢? 其实如果要讲男女平等呢 我们不可以不看的就是美国的男女平等了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如果大家有怀疑的话呢? 你可能会觉得美国男女很平等的 男同女社会上面的那个权利都差不多啊 亦都好像很平等的他们的社会 但是不说不知道呢? 其实在1939年之前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人,你跟人家说 我太太和我一起在外面做野工一份婆一份的 接着就会被人看低你,扁低你 用一个很歧视眼光看着你 你太太出去做野? 这样的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1939年之前的美国 其实女性是不出去做野的 是躲在家的 那何来1939年之后会出去做野呢? 如果要看美国的男女平等呢? 很多人都会由她1913年 女性第一次有机会投票开始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 虽然她们有票投而已 但是她都不是出去做野 在社会的角色上面 她不是真的好平等的 直到去到1939年 就是二次大战爆发的18个月之前 美国政府唯疑到一个问题 就是大部分的男丁都去了打仗 剩下的就是女性、小朋友和老人家 那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一件事就是 如果再不叫剩余那一半的市民 或者剩余那一半的人口 出来帮手经济的话 她会搞不定的了 所以在1939年的时候 他们就想一下 不如这样啊 我们就叫那些女性帮忙做事 一连串的政府宣传就出现了 就说如果你帮忙做事的话 你就能够令到男性容易赢到那场战争 那场战争赢有你份的 诸如此类 一连串的这些这样的海报宣传 同时也有另外一个 大家都可能会听过的故事 就是神奇旅合 大家应该看神奇旅合的 有没有怀疑神奇旅合其实是很政治色彩得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蝙蝠俠是开蝙蝠车的嘛 如果你有看过神奇旅合这个故事 你就知道他是开的玻璃战机的 1939年玻璃战机这个构式的而且很新款 为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他隐形地帮男性去做事 而见不到他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 例如大家知道神奇旅合有个户碗 金属户碗 看上去就是金属户碗而已 实际上那个是一个手撩松开的意思 就是说女性已经不再被束缚了 当然不少那样东西的就是那条神仙索 神仙索的意思就是一拼了下去 就是困住某个人之后他就会说真话 就是你想像一下你女朋友今晚你回到家 他困住你 你昨晚去了哪里 你就会立刻说出来 哇 这件事完全是女性梦寐以求的东西来的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这件事很好啊 这件事女性的地位开始上升了 而事实上18个月之后就是说二次大战开战之后 原本是没有女性在这些兵工厂等等 或者是军部是服役的或者是工作的 突然间变了是过了几十万人在这地方工作 从而就开始了女性原来都可以工作的 在社会有一个崗位的一个开始 他们的男女平等其实不是真的因为他们要平权 而是因为战争因为经济的需要 他们真的需要出来帮手做事 既然是这样你可能会问 那女性在社会这个角色有什么用途呢 为什么我说很政治呢 如果大家喜欢看一些旧版公仔书 你就会看到了 有没有印象呢 DC Comics就有超人 神奇女俠和蝙蝠俠 一向超人都是站中间的 蝙蝠俠和神奇女俠就站两边的 近代说这几年也有出过 就是正义联盟 神奇女俠是站中间的 其实这件事呢 在1945年当时时打纳粹德国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情况 神奇女俠站中间还要踩着纳粹德国的标志 那你会说了 用这些手法了 对呀 他就是说女性都打赢你 是借助女性去席落纳粹德国 那你会问了 除此之外什么时候用过 你猜不到 原来在打伊斯兰国的时候 一样用过的 他们出过一些海报就是说 我们炸了你了 我们美军的战机炸了你了 我是女人来的 不但要炸你 还要找女性来炸你 他是用这种手法 老实实 如果两性真的这么平等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被女性炸了 或者被女性踩会有这么大的问题呢 不够打就是不够打的啦 但是不够女性打 特别欲弱的 原来 那是不是就是不平等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是不是美国真的这么平等呢 男女 大家都知道呢 荷里活呢 就在加州的 加州呢 是传统的民主党的基地来的 很多民主党人都在那里 事实上荷里活呢 都是倾向民主党的 那但是 民主党一向打出来的旗号呢 就是我们很平等啦 我们就很爱环境啦 很多东西的 是不是 我们很愿意发声啊 诸如此类 但是如果你看回 荷里活自己做的东西呢 都是那只哥仔了 不要想他说他是谁 看他做了什么出来 荷里活做的东西就是这样的 由1939年去到这一刻 今天 说的是这80年里面 其实从来荷里活如果要是 举个例子 一个中国人 他不会找个中国人做那个角色 他会找个白人做那个角色 如果要做一个日本人 他会找个白人来做那个角色 那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的啊 我们不如就由他们选角做例子看看 大家有看过《龙珠吗》 《龙珠》是一套日本卡通片 里面其中一个角色呢就是吴空 那照正日本卡通片 你照正找回日本人做的啦 殊不知他找过美国人 白人 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日本人 穿一件功夫衣服 怪怪的 然后你又看看 好像Pokémon那样 刚刚才上完 没多久了 上年 又是找个黑人去做 很多位都是他们不会找回 日本人或者中国人去做的 那么这些奇怪的现象呢 其实在荷里活是 屡见不鲜的 由1930年代的大地 找一个美国人去演一个中国妇人 去到1960年代找马龙伯蘭道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马龙伯蘭道是谁了 演日本人 去到2012年 如果大家有看过《魔戒三部曲》里面那个 《精灵王》的话 他演韩国人 怎么想都不像韩国人的 那为什么不会演中国人呢 原来在荷里活有一个这样的规矩 就是当然啦 太多粗口不能出街啦 太过色情不能出街啦 原来还有一条例子 就是如果牵涉到一些种族上的东西 他们原来是很保守的 保守成怎样呢 2000年呢 李廉杰就在美国拍了一套叫做 Romeo Must Die 就是致命罗密欧 当时跟他做对手戏呢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美国的演员 叫做Alaya Alaya是一个女性演员 那其实里面是有一场接吻戏的 但是由于这个关系 由于我刚才在说他们很保守的关系 对不起啦不行啊 李廉杰不能疼他 其实有很多位都是这样的情况 他都是说中国人对不起啦 我们美国人不行 黑人和白人可能都勉强可疑 但是一去到中国人对不起 如果真是这么公平的话 如果真是好似他们所说的话 就是各样都要种族平等的 这些这样的例子 照正是不出现的 那你可能说 喂不是啊 如果观众不受乐啊 如果观众不受乐啊 那就是说他们都不同意啦 是不是啊 那既然不同意 就是说他们宣传这件事 就根本是那些人不受的 就是说公平啊 性别公平啊 种族公平啊 根本的心里面 就算他口说 他说我们要好公平啊 但实际上一见到 诶 這個反應就告訴你他根本是不受的 說起不受這件事就令我想起一件我自己的事件 數年前我班裏面有兩個印度的學生 印度人來的 他們上學的時候很喜歡吃糖的 你知道大學就沒所謂的你就吃糖 總之你不要吃很大陣醬 你不要吃咖哩牛腩飯就沒有人理你了 有一天他走過來跟我說進了班房 他說Dr. Raymond 要不要吃糖啊 我說好啊 我又不以為意 我就拿出一粒糖來吃 然後一看 咦 醬皮糖 我就沒有說不喜歡醬皮糖 但是兩個印度女學生給你一粒醬皮糖 就即時令我起疑 我就問他們 你知不知道醬皮糖裡面是什麼 他們說不知道 很好吃 我說你沒有去過豬肉桌嗎 平時你去豬肉檔 麻煩 柳妹 師傅 切 起了一些邊 起了一些皮 扔下去下面那一粒名膠呢 就是那些東西的原材料 大家都知道印度人很多都不吃豬 這個時候那兩個女生 本來已經吞了一粒糖 哇 突然間 哇 這樣 很辛苦地想吐一粒糖出來 當然是吐不了 然後以後我再問他們 還吃不吃醬皮糖 不吃 以後都不吃了 其實我說這個故事為什麼呢 不是一種東西都適合所有人吃的 有時候有些東西真的不適合吃的 就很簡單 美國就很盛產民主這些東西的 很盛產公平這些東西的 很盛產種族平等這些東西的 他周圍都排 周圍都埋 韓國仔又吃 日本妹又吃 台灣人又吃 個個都吃 但問題就是吃完之後 還要是不適合 情況就好像在家裡 媽媽看著女兒 女兒呀 喂 又不是吃這些東西 美國衣衣給我的 有陣糖衣包著 顏色又漂亮 又香又可口 不知多好吃 喝湯啦 我煮湯給你 有湯渣 很有益的 不吃 我要喝汽水 吃醬皮糖 的而且確你如果頑固周圍的話 這些醬皮糖好賣得好銷售得 好多年輕人都喜歡 但等一等 說到這裡 我不是只說年輕人有問題 常常成年人都有問題 每個人都有這種問題 這個不僅是年輕人的問題 我舉一個簡單例子 大家吃過蝦仁炒蛋 蝦仁炒蛋就是蝦龍蛋 但是凡事說得太出 你未必會受的 舉例 如果我告訴你 現在這個不是蝦仁炒蛋 而是毛頭蝦炒雞月經 那你未必吃得下 等一等 亦都要以正事定 要講講 其實雞是禽鳥 禽鳥就並沒有月經 所以那個蛋真的不是月經 但是如果我這樣去命名一個菜 你是沒辦法吃得下 你會覺得怎麼吃得下 所以我們才會有叫牛開心 為什麼這麼開心 鹿尾巴 為什麼不講清楚它 你可以講清楚它 你可以叫它鹿丁丁 看你吃不吃 鹿尾巴 潮州菜裡面有一道酸甜果肉 就是用豬網油包著來炸 不知多好吃 但是你跟外國人說 這些是豬網油包著來炸 他不知牛市好 他知道的話就嚇了一跳 或者他不想吃 特別是我們說 中國人喜歡吃的鳳爪 那些人喜歡吃的 雞鴻 豬潤 他們完全搞不定 都是那隻歌仔 不知道就好 知道就頂不住 就是很簡單 好像在印度那樣 你知道最近他們怎樣去應付新冠肺炎 他們首先用牛芙芙 然後用牛鳥臉 豬羹活摘 你頂不頂得住 你頂不住 因為我們的文化根本 support不到 根本支持不到我們去明白這一點 或者去接受這一點 相同道理的話 你會看到這些有堂衣包著的民主橡皮堂 的確在這些地方每個都受諾 而受諾的情況還是他真的以為是可以的 另外還有一個舊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齣很舊的粵語殘片 60年代的 以故石堅叔做的 《如來神掌 露稅萬見門》 裡面有一個角色 石堅叔做的大角 他就有一個追雲鼓的 如果他想控制武林人士就有一顆丸 吃了之後那顆丸就會在五臟六虎裡面變成一條蜈蚣 這個時候石堅叔如果想要命令他去做事 就咚咚 那條蜈蚣就會咬他的五臟六虎 哇 好痛啊 於是你就要服藏命令 是不是有點像現在 當美國拿著追雲鼓 咚咚你吃過民主橡皮堂的話 美國就會跟韓國說 你不准回去認那個北韓兄弟 咚咚 知道知道知道 不做 日本 美國又會告訴他 你要跟我反中國 為了中國 不然我就不會給你什麼好處理 咚咚他又照做 台灣也一樣 於是你看看台灣和內地的關係 這次本來是一家人 大家也住在同一個單位 明明台灣女兒應該是這間房間 就是這個單位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但是這個女兒已經習慣了 我喜歡美國衣衣這些橡皮糖 又香又好吃 吃了又開心 於是每天就關上門 跟你說一些好像鹹菜那樣的英文 就是那些菜英文 就告訴你 我不喜歡你 我要走了 我要自己自立門戶 老老實實 怎麼切開房間 所以你難怪媽媽忍不住 其實內地 如果你有懷疑的話 在過去幾十年 是由一個很嚴的嚴父 基本上是沒什麼辦法談的 不可以 不行 這樣一定不可以 一定要這樣 去到今天 其實她已經變成一個 苦口婆心的一個媽媽 那麼她就跟女兒說 不要這樣了 大家的一家人 忍一下她 但是仍然女兒都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難怪 如果真的忍不住的話 終有一天可能說不行 我要無力收回你的房間 其實你看看 這麼多年以來的美國劇 如果你再看全世界周圍這麼多個國家 你會發覺 就算由七十年代開始 你見到英國有戴翠爾夫人 八十年代你見到印度有甘地夫人 去到九十年代 你見到菲律賓有亞基諾夫人 然後去到二千年 你見到印尼 都有他們的民選女元首 梅加雅體 就算去到德國 在2005年開始 總理默克爾 全部都是女性的元首 但是偏偏這麼多年來 既然美國不停輸出民主公平等等 所謂普世價值的橡皮糖 他自己本身 竟然是沒有一個女性的元首 當然現在他才有第一個 就是賀錦麗 所以你用這個角度去看的話 其實不知為什麼 美國既然是沒有那件事 但是他就不停跟人說那件事 後果就是你跟人說得多 自己都中招 所以他自己都選了一個女性出來 但是你說是不是他真的想選女性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公平呢 其實我覺得是相確的 說回來 韓國招募女兵這件事 說表面上說男女平等公平 但是如果你想清楚一點 美國當初都是玩男女公平 男女平等 但是玩了這麼久 從1913年被他投票 一直到1939年 那二十幾年 其實都什麼都沒有做過 基本上是 去到39年才說 我們真的搞不定了 打仗麻煩幫幫忙 就是說不是去到最後那一刻 你不夠人手打仗 你都不會真的想一下 要找女性幫忙 其實女性真的可以撐起半邊天 問題就是你經常都不記住他 不記得他真的幫到你手 到救命你才找他出來說公平 那公平就變成一個藉口 不是真的公平 如果真的公平的話 他們應該是有更大的參與 而不是救命你才找他出來的 韓國現在正正就是救命才找人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看到他不單止是招兵很困難 而且出省率又開始變低 那麼後果就是他不再找女性的話 他真的不夠兵員 所以情況有點像就是 好像1939年的時候 美國叫女性幫忙在兵工廠工作 幫忙在軍部工作的情況是很類似 都是他不夠人手搞不定的時候才找他們 如果這樣就叫做公平 似乎這個公平就來得太過不公平了 下星期再和你屈肌小世界 最後最後 記得訂閱我們屈肌TV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集再見